一对情侣正在逃命 突然女的跑不动了让男人先跑不要管他 男人犹豫片刻后迈开了腿 可紧接着身后就传来弩箭撞击的声音 下一秒 这是来自2022最新上映的丧尸片《灭亡》 此时丧尸病毒已经席卷了全世界 为了防止传播 政府出动大量无人机 只要发现擅自走出房子的直接击毙 男主铁柱已经被隔离了整整两年 可能是身体内还有抗体的原因 每天都要抽血提供疫苗实验 并且他还必须每天按照闹钟的提示 按不就班的生活 5点必须起床 6点吃完早餐 7点开始锻炼 8点门外劈柴 随后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出现变异 再用高浓度84清洗全身 每天中午准时抽出一袋血 在无人机的监视下放到指定地点 以此换取一天的食物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唯一支撑铁柱的 就是每天晚上和妻子的视频电话 妻子是疫苗研究员 他一直鼓励铁柱坚持住 因为铁柱是全人类的希望 然而这天 妻子却爽约了 铁柱很担心 想出去寻找妻子 但转头想到妻子的主妇 外面很危险 特别是天黑之后 一定不能出去 于是铁柱只能放弃 而在这里 他唯一的消遣 就是拿着电话本挨个打电话 可是却从来没人接听 但这天 电话却突然响了 铁柱紧张地拿起来接听 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就在铁柱分神时 闹铃响起 男人也挂断了电话 原来是和妻子约定的时间到了 但妻子依旧没有出现 铁柱十分生气 第二天 换取食物时 他对着无灵机抗议 如果再见不到妻子 就不会再提供血样 这招果然有用 晚上妻子就发来视频电话 指责铁柱不该一起用事 铁柱赶紧抽了一袋子血 表他歉意 当他还想跟妻子聊几句心理话时 妻子却急匆匆挂断了电话 只让铁柱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此时 他想到之前的那个电话 于是拨打了回去 这个男人每天的爱好 就是三更半夜 拿出电话本挨个打电话 目的就是想看看 世界上还有没有活人 可等了漫长的两年 才打通了第一个电话 铁柱十分的紧张 询问对方的情况 而对方的情况并不乐观 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并提出要过来投靠铁柱 铁柱听后直接拒绝 说自己已经被感染 正在配合做疫苗研究 你过来只能是自寻死路 然而对方却反问他 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 有没有测试过 千万不要被骗了 铁柱听后更加疑惑 于是第二天 趁着无人机轮班的间隙 偷偷跑到药房找到试剂 划破手指 将血滴入试管 可就在他返回的途中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只丧尸 铁柱吓得赶紧跑 却被自己绊倒摔倒在地 眼看丧尸就要扑过来 危机时刻 一发怒见 直接射中丧尸胸膛 铁柱转头一看 是个穿着黄色防护服的人救了他 接着对方又补上一件 彻底结果了丧尸 而铁柱则趁机站起来 连滚带爬地跑回家 好在那个穿黄色防护服的人 并没有跟过来 随后铁柱掏出试剂 发现颜色居然是蓝色 自己并没有感染病毒 那为什么要将自己隔离起来呢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 男人因感染病毒被隔离了两年 结果最近才发现 自己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铁柱怒了 轮起斧头砍坏了所有闹钟 并趁无人机不注意 悄悄走出了房门 很快他在森林里 发现了穿黄色防护服的人 铁柱趁他不注意 悄悄跟在后面 轮起斧头掀开帘子 谁知对方竟是自己 日思夜想的妻子 铁柱将自己 没被感染的事情告诉妻子 妻子却丝毫不意外 反而非常惧怕阳光 随后两人先返回了家中 铁柱质问妻子为何欺骗自己 但妻子却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所以然 铁柱健壮趁其不备 采了血样 将妻子反锁在房间 接着将血样滴入试管 果然发生了变异 为了弄清楚全部真相 铁柱再次返回帐篷 在妻子的电脑里得知 疫苗研究失败 无法控制病毒变异 神秘组织便启动了方舟计划 用未感染人的血液 暂时抑制病毒爆发 而妻子也已经感染了病毒 他和神秘组织达成协议 用铁柱的血液 让自己保持清醒 得知真相的铁柱 赶紧打开家里的摄像头 发现没有输血的妻子 即将发生变异 铁柱急忙返回家中 却不见妻子的身影 这时 耳边传来震人的咔咔声 好在闹铃突然响起 吓得妻子连连后退 铁柱趁机跑到窗边 拉开窗帘 害怕阳光的妻子 赶紧躲到阴暗的角落 铁柱健壮于心不忍 想抽自己的血给妻子 甚至就在这时 乌云遮住太阳 妻子变得更加猙獰 铁柱自知不妙 赶紧向屋外跑去 铁柱趁机抱住妻子 不断呼唤她的名字 然而 食物的诱惑太大 妻子还是没忍住 一口咬了下去 洗了血的妻子 渐渐恢复了理智 看着眼前的丈夫 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她再也受不了 这种半人半事的日子 于是不顾一切 走到了阳光下 而铁柱也发现 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她挖了一个坑 准备和妻子埋在一起 谁知 几个无人机突然出现 电影最后 那个和铁柱打过电话的 正常人 来到铁柱家中 顺着声音来到电脑旁 和她说话的 正是铁柱 原来 铁柱代替了妻子的位置 哄骗男人提供血液样本 用于疫苗的研究 You're safe now Let's get started 好 好 谢谢大家